商家怀疑女顾客偷走内衣 女顾客文言瞬间不乐意了 于是以商家诬陷自己为由 提出十万元的精神赔偿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女顾客又到底有没有偷走内衣呢 据唐女士所述 自己做事从来都是光明磊落 不可能会因为一条内衣 有损自己的名声 可就在事发当天 自己买了两件内衣回家后 却被店员以她顺走了一件为由 紧咬着她不放 听到这段话的唐女士非常恼火 她顺美顺走内衣 难道她自己还不清楚吗 随即就发了一条视频 证明自己却是拿走了两条内衣 而店员看破不说破 表示唐女士在试穿衣服时 肯定是忘记脱了 希望唐女士能识相点 把多拿走的内衣归还 或者是直接转她49块钱 此事就此作罢 可对于忘脱内衣这件事 唐女士却并未过多解释 只是坚称自己没有顺走内衣 我说亲爱的 你好好找一下 你的衣服掉到哪里去了 我说我真没拿你的 说完以后应该就一点了吧 差不多晚上 我就发现了第二条信息 而就是店员发来的这第二条信息 让唐女士脸胀通红 羞愧不已 这又是怎么回事呢